朋友们,我又走上了,南沙赶快速 看我今天这是,是我搬家的最后一车了 收尾了,就全部都搬完了 那我接下来呢,就会开始在岛上整理我的这些行李 刚搬过去的这些东西 那有很多朋友奇怪说 我为什么董事在开车的时候录视频这样不危险吗 我想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如果会开车的朋友,你一定会知道 其实开车这个行为是一个无意识的行为 是个下意识的行为 所以这个时候它并不影响我来录制这个视频 那相当于你就是在车上用蓝牙和朋友在打电话 其实这个效果是一样的 刚进到岛上,看看这两只黑背,太帅了 这些是我准备要捐了的 就捐到那些就医回收那个箱子里 有很多人说那里不靠谱 但是也没有地方去处理这些东西啊 然后再看看这个大提箱里都有什么 这些东西呢 就是我曾经的追求 这只是一个过渡的阶段 后来我渐渐在生活中发现 其实物质给你的满足感是非常短暂的 然后你想如果想把这种满足感不断的持续下去 你就要不断的去消费 然后我把我生活之中的重心 一个主要的一个生活的内容都集中在这个架子上了 我来说一下这些书 肯定是我喜欢的这些书 这是蛋白粉增积的 然后咖啡 磨咖啡的瓶子 这是白酒杯 这个白酒杯是我从埃及带回来的 这个是越南带回来的迪路咖啡杯 这个是撒哈拉沙漠的沙子 这个是巴黎圣母院的蜡烛 那个时候巴黎圣母院还建在 还没有火灾之前 然后这个是信州房车的老板 手工做的海螺音响送给我了 这是两个 两个这个咖啡 迪路咖啡的一个细嘴壶 这个是茶壶 这个呢 这个就是核桃做的一个笔筒 这是跑鞋 这是生活中的鞋 这双鞋陪我走过千山万水啊 去西藏啊 去各种徒步啊 这个军用水壶呢 是新州房车的老板送给我的 这个据说是七十年代的 然后这些呢 这是我跑马拉松得到的这个奖牌 其实我生活的全部都在这个架子上了 就这么多内容 我的全部家当就已经搬到岛上了 然后刚刚在公寓里收拾了一下 又扔了一大堆的衣服 现在赶回广州 今晚有饭局 因为要离开广州了 有比较好的几个朋友 都说要凑一块 吃吃饭 聊聊天 喝点小酒 我现在来到了这个东风路的十代大厦 因为我的车等箱的关系 也无法进地库 所以停到了门口 幸福啊 呵呵 现在约了六点半 我六点十一就到了 这个准时是我的美德 嗯 cells